大家好,在這個影片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教學的道理 其實國安教學有自己一套教學的東西 但我覺得其實教學都是一致的 當你教鋼琴和小泥琴的技巧就不一樣 但第一件事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教學的理念 我其實經常說過很多次 不是說要很崇高的理念 但第一件事是你要知道你想教什麼 教什麼學生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專注在 我想教一些高分的學生 我想教一些star students 我想要他們比賽很厲害 你要找一個方向 或者你其實很想令學生熱愛音樂 彈琴彈得好 亦是享受過程度 或者想他們變成創作 那你這個方向可能有點不一樣 所以第一件事是 因為我很多時候聽到老師說 我收了一些要買學生 因為其實你不清晰 我想告訴你 是沒有一個 即是 不可以有所有東西的 即是 你要這樣又這樣 你要找一個比較清晰的道路 你想去做這件事 你要做什麼去達到這個目標呢 當然 第一件事其實很重要 都是要有學生的 我常常說 你有多少理念都沒有用 如果你沒有學生去教 你的理念都是dormant 都是在睡覺 即是沒有去實踐 所以為什麼我會做成功教育的課程呢 因為我有太多讀者 去問我 為什麼我生不了學生 或者有困難去標誌自己的教室 其實都是因為沒有清晰的想法 如何去做 還有一些指標 即是如何去建立自己 如何可以慢慢逐漸去 去建立學生的群組 所以在課程中 我們都很詳細 每一個部分都是教你 去 directly 令你做到 所以 是學習回來的 我覺得彈琴也要學習 為什麼教學不用學習呢 或者你要去建立你的工作 那你都要學習 這些學習就不是在彈琴的課程上會學到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教學 教學有一個部分 譬如我們的Pedagogy 鋼琴教學 是一樣的 即是如何去教 有些竅門 或者什麼 method 有什麼要留意你的態度 之類之類之類 那個是鋼琴教學 你的成功教學 去建立一個工作室 是另一些東西 那是真的幫助你 其實那不是只有國安琴教學 是任何音樂的教學都可以 使用到 令你真的可以 建立到自己的工作室 自己的工作室 兩個加起來 你就會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所以其實真的學回來 不是一朝一夕 其實你教得多 當然你會知道教得好 但是你沒有知道如何去建立一個工作室 其實你會花很多時間 我看到很多人花很多時間 盲摸摸地去做 我覺得浪費時間 所以既然學琴都是要上課 那為什麼不教學 要上課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 straightforward 不過我覺得很難 有時候 因為不是一個傳統的方式去學習 第一 很少人去講 如何去建立教學 這個已經是很少的 所以我們不 familiar 這個概念 第二 就是網上的教學 也是比較新一些 尤其是在香港 我覺得都不太普及 外國就有網上的學習 訓練很多 不過現在 在香港的時勢 都有很多網上的學習 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會更容易接受 還有網上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其實可以重複去學 即重複去revised 比如你上課 你上完一課 其實你不能revised 你不能錄下來 你不能錄下來回去聽 但是你是網上的時候 那些材料還在 你可以重複很多次 所以是有一個很好的好處 還有你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上課 你只需要有一個電腦 那你就可以做到 那電話也可以 Tablet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新的方向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是關於教學 是我們的課程 或者是想知道更多一些的 那可以直接去聯絡我們 上我們的Teachable的平台 其實已經可以提錄了 我們其實有兩個方法去交錢 第一個就是 Directly在Teachable 那你會看到 Teachable的費用 跟我們 Quote有時不同 因為我們有時做special 我們是 locally transfer 多數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local可以理 本地銀行的過數 就容易很多 對於很多人來說 那你網上 例如在Teachable的平台 其實你是沒有PayPal 都可以用Predit Card 即PayPal都可以交到錢 那你就自己選擇 是港元還是美元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貨幣 那你直接交到錢 其實你就自動進去那個課程 那就不用經過我們 但如果locally去交錢 比如你過數 你就要第一天問我們 那個國數的資訊 以及我們會另外 製造一個帳號 令你入到的 因為不是直接在那個平台 所以兩個方法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關於我們的課程 或者交錢的方面 都可以直接接到我們 下次就和大家分享多些 關於交學或者彈感同的東西 下次見